继续带您看到昨天出炉的诺贝尔化学奖 以色列科学家丹尼尔谢兹曼 他在1982年发现了准晶体 从根本上改变的化学家们看待固体物质的方式 也让他获得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殊荣 下面请看我们来自瑞典的报道 瑞典皇家科学院称 与此前人们认为的原子在晶体内 呈对称模式分布的理论不同 舍特曼揭示出原子在晶体内的堆积形态可以不出户 这一发现在当时极具争议 因执意坚持自己的观点 舍特曼曾被要求离开过他的研究小组 然而他的发现最终迫使科学家们重新审视 他们对物质本质的看法 所以我们认为这对热电子元件转变成电力很有益 同时在机械方面也会有影响 因为它耐热和抗摩擦 这是将来的方向 他的发现在科学界可以说是世界观的转变 使有机化学的教科书不得不重写 晶体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奖项 它可以应用在手术中 例如眼科手术刀的钢材料里 另外也可以用于把热能转换为电能 例如开车时会产生多余的热能 你就可以利用它转化成电能 还可以使用在煎锅里 因为这个材料的表面属性 会防止你煎锅里的牛排过焦 舍特曼为以色列公民 1972年在以色列海法市理工学院获得博士询位 现任该学院教授 诺贝尔化学奖的揭晓 为今年诺贝尔全部科学奖项的公布 画上了句号 新唐人记者宋阳旅程 瑞典斯德哥尔摩报道